小猪只是普通姑娘 整体上当然也是普通人的成长经历 当然 她确实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或者说是原生家庭的特点 小猪有一个弟弟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毕竟姐弟组合多了去了 小猪小时候努力学习 工作时好好工作 25岁时和小猪 相亲结识的男友 结婚相亲自然是她父母给她安排的 27岁 小猪也有自己的孩子了 这样平平顺顺过下去 时光流逝 很快 父母也都老了 该笨漆了 旁人基本都在小猪父母面前夸她 说老头老太太有这个闺女真好 听话 乖巧 而且一切顺利 老了肯定没什么发愁的 但老人的那个儿子 就有些让人一言难尽了 当然 这话没人当面说出来 不过就小猪弟弟那个样子 尤其有他姐姐做比较 很难让人不这么想 可就是这样的小猪 在父亲66岁大寿的时候 竟然被母亲看着去如此评价 你真让我失望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小猪的好都是装出来的 她究竟做错什么事情了 小猪已经30多了 自己有一个在上小学的小女儿 她和老公都是国企员工 虽然只能说是普通员工 工资没有多高 但管温饱 偶尔的享乐花小 尤其女儿的成长 这些消费工资 还是可以覆盖到的 看上去 小猪工作稳定 有老公有孩子 父母也都健在 除了要尽量为孩子打拼打拼 应该是挺幸福自在的生活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只是小猪自己不见得会这样认为 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 并能够确实体会到 她最大的那块心病 她的弟弟 小猪的父亲重男轻女吗 确实是的 不光小猪自己清楚 她父母甚至坦白承认过 这份苦 小猪从小吃到大 已经习惯了 真正让她很介意 并一直折磨她的 是父母的区别评价 怎么就是区别评价了 小猪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父母对她 与对弟弟是不一样的 毕竟是小孩子 肯定有一点不服气 所以她拼了命地 让自己看起来更优秀 更值得父母夸奖一点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当然是 努力学习 小猪小学的时候 保持了两年的全班第一名 她以为能够听到父母的赞叹 就像她的老师一样 可惜 没有 相反 她弟弟那时候 会自己站着撒尿了 爸爸妈妈大夸特夸 小猪难过 却并没有气馁 她想父母不夸奖她 有可能是因为她做到的 并不值得被认可 因此 她发愤图强 小学的时候 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父母却还是没说什么 而她弟弟会自己拿勺子了 又成了父母骄傲的资本 进入中学 小猪也一直在好好学习 只可惜 她只是在一处偏僻小镇读书长大 因此虽然是他们学校出了名的好学生 高考也只是考到了一所普通一本大学 她那个弟弟呢 这个弟弟可就差太多了 只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连高中都没考上 父亲母亲想着至少供儿子读个技巧 做技术供人 可惜 这小伙儿就是不愿意 也正在叛逆期 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和她那帮同样不干正事的混混朋友 打发时间 不读就不读吧 毕竟儿子自己不愿意 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父母也只能尽力在附近的镇子里 找了个小工让儿子做 所以 弟弟的工作时间 其实比小猪要早许多 但这个钱嘛 反正父母继续养了弟弟很多年 对他倒是一毕业 就断了一切生活费 小猪也苦恼过 他尽力一切做到最好 但在父母那里 还是比不上弟弟 难道 仅仅因为他不是男孩子吗 怀着这样的思绪 他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几场相亲 毕竟 到该结婚的时候了 这方面 他潜意识也想争一争 后来自然顺利相上一个 结婚 生孩子 婚后 小猪和老公都在国企打拼 薪资确实不高 但胜在福利保障 很快就是父亲的66岁大寿 小猪自然早早就开始挑礼物 但这礼物 他挑的确实有些困难 太便宜的他自己都看不上 不好意思给父亲 可他看上的东西又有一点太贵了 小猪的孩子已经小学 没两年就要毕业读初中了 为了女儿能够去很好的中学 小猪和老公可真是拼了命地 给女儿找好的补习老师 培训班辅导班是不小的费用 更何况等女儿初中 他们大概率是要租房的 现在也得攒钱不适 小猪为难 但还是挑了不至于多贵又贴心的礼物 一套衣服 睡衣 很舒服 以及一个红包 里头包了8888元 寿宴当天 小猪自然得去 不过他老公没去 因为还得在家照顾没放假的孩子 他弟弟也来了 带着结婚不久的弟媳来的 小猪见到爸妈 自然先是关心 后是将自己准备好的牛奶水果一类地 提进去交给父母 反观他弟弟 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躺 仿佛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似的 父母却并不觉得孩子这样有什么问题 紧着弟弟先家长里短地问起来 小猪立在一旁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寿宴的重头戏当然是吃饭了 饭桌上 小猪和弟弟轮流说住服语 然后给父亲礼物 先说的自然是弟弟 人家第一个就站了起来 聊聊几句话结束便坐下 只随便给了888的现金 连红包都懒得包 也没见到他有掏礼物的意思 小猪狐疑 可他爸妈却好像依旧一点都不介意 只满脸欣慰地看着自己儿子 仿佛孩子能来给爹祝寿 是个多好多了不得的大事似的 轮到小猪 小猪自然郑重起身 说住此 而后拿出了给父亲做礼物的那套睡衣 最后自然是红包环节了 小猪的红包老老实实挑了个寓意不错的红包壳子 他恭敬地交到父亲手里 父亲收下 寿宴继续 就是小猪弟弟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想来也是 他这不是被自己这个姐姐比下去了吗 不过饭后 弟弟弟习先告辞离开 小猪正准备也回自己家呢 他妈妈却叫住了他 小猪来到妈妈面前 好奇老太太跟他说什么 然后 他便听到了下面这番话 小猪啊 你今天这个事情做得真是不好 你弟弟弟习刚结婚 你弟弟工作也刚换了还没着落 肯定拿不出钱来买正经礼物 可你看看 你买了 这不是让你弟弟下不来台吗 还有 给红包的时候 你弟弟直接就给了 他自己也没钱 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了 你还专门包了起来 这不是又在下你弟弟面子 再说 你这也结婚这么久了 比你弟弟强多了 也就拿了那么些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老太太依旧絮絮叨叨地抱怨自己闺女 小猪却缓缓呼呼的 他仿佛什么也听不到了 小猪自然是被他妈妈伤狠了心 不过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果然不能小觑 小猪都这么大了 还被影响到现在 只能助他尽早看清 尽早脱离这样的境况吧 故事到这里基本就要结束 关于文中的主要人物 笔者有大概两点想要评论 一 小猪的父母可以说是相当重男轻女 从俩孩子还都小的时候就区别对待 小猪做对了什么 他们仿佛看不到 但儿子只要会呼吸都是大功一件 尤其小猪后来又在晋级所能做到最好 不让父母失望 不让父母丢面 可惜 有这样重男轻女 认为男孩子做什么都比女孩子强的父母 他注定会让这样的父母失望 二 小猪自己也有问题 他是讨好型人格 小猪早早就察觉到父母不恰当的观点和行为 但他却只是让自己努力去迎合 这或许和他年纪小 不懂反抗有关 但这样一味的迎合果然还是有不小弊端的 后来 弟弟随意做什么父母都开心 而他用心准备的事情 就变成了不给弟弟面子 心机 依旧令父母失望 你身边也有小猪这样的女孩吗 他们的父母也是文中这样的吗 就会走路的船